大家好频道是V纳吉 在我这个频道提到佛吉尼亚理工大学 可能会想到韩义枪手赵承熙所酿下的枪击惨案 实际上还有一起值得人们关注的血案 这次的凶手则是来自中国的博士朱海洋 2009年1月21日 美国佛吉尼亚理工大学生活中心的咖啡厅 一如既往的平静 游流气味学生正在用餐和聊天 这些人中有两位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朱海洋和杨新 两人相对而坐似乎在聊着什么 没有任何争吵的迹象 突然朱海洋掏出一把刀 向对面的杨新疯狂砍刺 事发太过突然 所有人都猝不及防被这一幕吓坏了 尖叫着跑出了咖啡厅 工作人员也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因为2007年的校园枪击案 所以佛理工是建立了紧急机制 校园警察出警十分迅速 即便很快赶到 杨新已经死亡 而且是伸手异触 凶手朱海洋浑身是血 手中提着头颅面无表情 眼神空洞 警员回忆 这简直就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一样 没有任何反抗的朱海洋被警方带走 过程中朱海洋一直保持沉默 一句话都没有说 尽管从行凶到抓捕的过程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可也无法逆转这个悲剧 22岁的杨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校警同时也宣布全校进入紧急状态 大批警力增援在学校进行快速巡查 对全校师生发出约4万封电子邮件 及手机短信 40分钟之后 排除了所有危险因素 才再度解除警报 案发后整个建筑都曾处于封闭状态 直到第二天中午 才再次全部对外开放 起初媒体的报道标题还是比较克制的 后续就逐渐出现了斩首的标题 瞬间也成为了全球性的新闻 那个时期正值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宣誓就职典礼 也没能覆盖住这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残忍凶案 两人之前究竟有什么恩怨导致朱海洋下手如此狠毒呢 为了找到真相 警员去了朱海洋的公寓进行搜查 在房间里发现朱海洋购买凶器时的票据以及杨欣开给朱海洋的40美元支票 那校方提供的情况证明两人的关系好像并不简单 因为双方都把对方登记成自己的紧急联络人 那死者杨欣紧急联络人第一个写的是他母亲 第二个就是朱海洋 那两人之间是否存在什么爱恨纠葛 或者是牵扯什么利益关系成为人们猜测最多的因素 那调查证实这两人相识不过两周时间 也是杨欣到达美国的第14天 也就是这短短的14天酿成了这桩惨剧 因为朱海洋对事件的沉默不解释人 加上警方没有对外公开太多细节 所有人都试图拼凑那半个月时间的经历 探寻凶案发生的原因 那却发现了朱海洋多种完全不同甚至冲突对立的性格和形象 朱海洋1984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的高芝家庭 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医生 在父母影响下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2001年朱海洋顺利考入上海海洋大学经贸学院 在大学依然保持着对学习的热情 尤其是英语的成绩非常优秀 在大肆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获得了当年的第一名 同时包揽各种奖学金 还常常出现在校新闻网上 同学和老师们的回忆中 学习之外的朱海洋和大多数人一样 为人和善 很好相处 没发现什么明显的性格缺陷 也无疑是所有人眼中的学霸 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但朱海洋的前途似乎更加璀璨 在感情方面也没有任何异常 由于他相貌端正 读硕士期间 曾获得很多异性的好感 读完本科和硕士后 朱海洋于2008年秋季获得奖学金 进入美国福利工工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同时担任农产品行销的课程助教 到了美国之后 他向人抱怨过 功课太重 作业多压力大 可还是像很多出国留学的新生一样 对这个陌生的国度充满好奇 很快融入集体和身边的人相处的很融洽 给人留下他这人很阳光的印象 教授评价朱海洋 身为助教的他很喜欢帮助别人 彬彬有礼 很绅士 无论什么时候看到 他脸上都挂着微笑 朱海洋数学不好 又或许是第一年玩的太疯 学业成绩也受到影响了 GPA低于3.0 所以被学校设定为留校查看 根据校方规定 若全年GPA低于3.0 则有可能被取消奖学金资格 甚至休学回国 他又开始和别人抱怨自己的专业 感觉农业经济学没有就业前景 前途暗淡 在国内被众星捧月一般的学霸 到美国只用了一个学期 就让自己失去了自信 有太多比他更优秀的人存在 文化差异和课业都没有办法处理好 很多事情都变得举步维艰 重重的压力让朱海洋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 学期结束后他没有回家 主动向父亲表示他想休学 还提到有轻生的念头 家人以为他是自尊心太强 无法面对成绩不好所带来的心理落差 这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就让他留在学校并寻求课业上的辅导 却忽略了心理上所产生的变化 这恐怕也是为后来的惨剧埋下了伏笔 杨欣1986年出生于北京 家里也都是知识分子 2005年留学加拿大 就读于纽芬兰纪念大学 读完本科后 杨欣通过极脉的经济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 得到前往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就读会计专业的机会 2009年1月8日 杨欣抵达美国 人生地不熟 他早就在论坛上寻求高年级学生帮助 接机然后带他到学校 于是朱海洋就接受了这个委托 所以杨欣的社交平台好有蓝领有朱海洋 但他们在美国相识 接机的时候是第一次见面 朱海洋带着他去研究生院报道 顺便带着熟悉校园情况 杨欣还把他设为紧急联系人之一 当时杨欣填表的时候 朱海洋陪在他身边 研究生忠心也曾问过两人的关系 得知杨欣暂时借助在了朱海洋家 可见朱海洋一度得到了杨欣的信任 惨案发生后对于作案动机 朱海洋只说过一句 因为我太爱他了 既然我得不到那就毁了他 因为警方没有再透露太多细节 案情扑朔迷离 短短14天从爱到毁灭 也引发了众多网民的猜测 各种论调甚嚣尘上 猜测一 杨欣人贫有问题 自作自受 这一点也让人不挤 杨欣在遇害之后 有人说他是自找的 死有余辜 那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就是一些在网上所谓爆料的贴文 有一个贴字这么说的 说去加拿大的时候见过杨欣 说他是一个比较激进 而且目的性很强的人 他在外界名声不大好 什么名声呢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海王 有好多男朋友 加拿大和北京都有 所以在朋友圈里有个很恶毒的绰号 叫插座 他会在这些男人身上寻求经济的支持 交往就是为了钱 甚至有男生和别人借钱给他 只为满足杨欣对物质的欲望 那这个案件是怎么发生的 那朱海洋的行凶动机呢 又有人发帖我所认识真实的杨欣 不断泼脏水啊 说杨欣这个人确实很随便 朱海洋肯定是遭遇了讹诈 那两人发生了关系后呢 杨欣马上变脸 然后以自己并非自愿为名 对朱海洋进行勒索 否则就起诉让他申败名裂 那朱海洋算是栽了大跟头 由此怀恨在心 案发当晚两人见面正式进行谈判 而朱海洋在谈崩之后 彻底失去了理智 犯下了重罪 于是在没有证实消息真伪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对死者进行了再一次的伤害 凶手反而成了英雄为民除害 这个很让人揪心啊 真实的阳心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或许可以从少量生活经历 获取一些信息 这阳心的家庭经济条件一般 为了提早毕业 在接近毕业那个学期 修了六门课 成绩都很优秀 还打两份校内功 以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 并曾经在快餐店打工做到了经理助理 平日生活十分节俭 从不化妆 很少上街购物 穿的衣服和护肤品呢 都是从国内带来的 几乎没见他戴过首饰 也不用奢侈品 如果真是海王 那干嘛放着那么多资源不利用 然后自己还要长年打工赚钱那么辛苦呢 而在调查中 警方还发现有他给朱海洋的40美元支票 这个钱呢 是借宿朱海洋公寓四天的租金 如果按照传言中的人性来看 应该是尽情的利用南方才对 那怎么可能如此小额的金钱往来都清清楚楚 可见呢 并非如传言中的不堪 况且黑料和事件真实原因在没被证实之前 两者就不应该被画上等号 最起码的道德人伦也应该有啊 那些也都不是一个人可以举起屠刀 残害别人的理由 那不知道爆料人是出于什么目的 那总之呢 是狠狠带了一波节奏 人们似乎很喜欢这样丑化受害者的故事 当谣言开始不断发酵 发帖人才预感到事情不对 于是赶紧进行了删除 并很快发布道歉 那声明说贴文中所描述的关于阳心的故事啊 其实只来自于部分模糊不清的记忆以及传言 对造成不良传播损害阳心的名誉 深表歉意 可这已经无法阻挡流言 如同传染病一样蔓延在了每个角落 他们似乎用了平生最恶毒的文字 去对待一个女生而始作俑者也不再用负任何责任 第二种猜测 朱海洋是个赌徒 赔钱后性情大变 因为很快有人在网络上检索到一个叫海洋的博客 头像也是朱海洋的照片 博客里一共发表了三篇日志 第一篇发表于1月5日 最后一篇则发表于1月7日 提为股票大事 最近很烦想杀人或自杀 内容转载了德国亿万富豪撞火车自杀的消息 接着又写 我的股票也亏损很多 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 可能要吃咸菜三年了 现在有点后悔莫及 农业经济学这个专业很没有前途 而它也让我的烦恼雪上加霜 天堂里有美丽的歌声 有的话我愿意早点去天堂 不过很快反转了 有网友分析发现 这个所谓朱海洋的博客可能是假冒的 根据百度1月5日缓存的网页快照显示 博客资料的用户ID并非朱海洋 性别是女居住地北京海淀 此外日志内容也曾被修改过 网友就怀疑是有人通过创改时间 和用户资料来进行炒作 说他亏了股票压力大 所以动手杀人 可是既然博客的真实性已经无法考证 所以这种情况也就失去了可信度 于是就有了第三种猜测 朱海洋有双重人格 他案发前不久因为心理压力过大 去做过心理咨询 而且他的性格在一些时候 并不像同学老师印象中那样温和 比如朱海洋的房东认为 他很粗鲁 易怒 不好相处 因为他在冬天不开取暖气 结果水管被冻坏了 还在地毯中堆放火柴 招来房东的强烈不满 两人多次发生冲突 房东特地还到学校投诉了朱海洋 公寓的管理员也认为他的性格非常怪异 因为朱海洋曾经无理指责工作人员 偷了他的鞋子 之后对他们的态度很恶劣 可对别人却很和善 但他们的说法也遭到一些人的不屑 有人干脆说 在美国80%的房客都会和房东不合 这根本就不足为奇 日常矛盾不能作为他精神有问题的根据 事后弗吉尼亚当地媒体 Collegiate Times曾发过一篇报道 这家媒体跟进了案件的采访 信息还是比较可靠 杨新到达美国之后 遇见朱海洋也遇到在美国的第一个困难 就是学校还没有开学 他无法住到宿舍里 只能是在外面找房子暂住几天 一筹莫展时 朱海洋提出你先到我的公寓暂住 朱海洋的热情邀约 让他打消顾虑就同意了 几天朝夕相处 朱海洋对杨新产生了好感 于是鼓起勇气对女孩表白了 等来的却是拒绝 杨新对朱海洋只有对于学长的尊敬 没有过其他想法 非常感谢这段时间的照顾 因为自己白住了几天 又拒绝了对方的一片心意 内心有些过意不去 所以给朱海洋开了一张40美元的支票 作为这几天的房租 然后就搬出了公寓 此后朱海洋还是频繁打电话给他 杨新有次跟妈妈通电话时也提到 学校一切都好 只是有个男生总给他打电话 让自己感到有些不顺心 而这时候朱海洋和一位朋友说过 我很喜欢杨新 想成为他的男朋友 但结果依然无法改变 而且杨新后来又告诉朱海洋 自己已经和别人订婚了 那这里无从判断杨新 是否为了摆脱而编的借口 从这之后一直处在逆境的朱海洋 彻底崩溃了 朱海洋提前购买了凶器 案发那天他给杨新打了十几个电话要求见面 傍晚时分杨新出于无奈告诉他自己在餐厅 杨新也想着趁这次见面把话说透 可等待他的却是万劫不复 在咖啡厅里他再次拒绝表达自己的态度 两人在没有任何争吵的情况下 朱海洋突然出手 一个22岁正是大好年华的女孩 就这样惨死在朱海洋手里 那案发后呢 也有媒体报道朱海洋可能一直有抑郁症 因为曾试图在狱中上吊自杀 被人救下来 然后又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根据法律标准断定 朱海洋作案时候神志清醒 后续也没有体现出精神方面的问题 可以接受审判 2010年4月19日 案件开庭审理 朱海洋很少说话 法官问他是否认罪 他只淡淡回答一句 尊敬的法官 我认罪 而再用敷衍的态度 对受害者家属道歉 最终宣判 朱海洋一级谋杀罪成立 但弗吉尼亚州已经废除死刑 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那朱海洋在美国 唯一的不顺就是学业 那学业上的挫败 让他有很深的危机感 认为自己的人生 已经没有希望 没有前途可言 或许他曾经的一切太过顺利 导致完全没有逆风抗争的能力 没有办法正式失败 和父母说想过去死来逃避这一切 可已经暗淡的人生 却出现了阳心这个让他眼前一亮的人 再次遭遇拒绝之后 最后的一点希望之火也被扑灭 那就把这些连同自己的人生全部毁灭 可怜的阳心和他相识仅仅14天 却成为了朱海洋自我毁灭的电背 无望之灾 那这起事件中和朱海洋一样恶毒的 还有那些不了解事情真相 躲在荧幕后面对死者进行污蔑 无脑输出的人渣 那这也是事件中让人感到心痛的事情 那朱海洋的尖刀在阳心市区那一刻 已经变得不再可怕 可那些比刀尖还锋利的粗壁之词 却可以一直扎在互联网中 让每一个知道阳心是好女孩的人 时刻感到不适 那或许我们无法改变别人 但希望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 都能对生命多一些敬畏之心 也希望每个还在为自己未来奋斗的人 都能被温柔相待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到最后别忘了点赞 支持大吉 我谢你了 拜拜